洛杉矶华人资讯网12月28号 记者Cindy独家报道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27号 发布的2021年财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其中的知识产权报告 2021财年CBP总计缴获2252件假冒商品 如果都是真品的话 其市场价值接近21.5亿美元 其中这些假品中66%来自于中国大陆 数据显示2021年所缴获的假货中 来自中国大陆的货品总计8066件 香港总计是5373件 市场价值总计超过15亿美元 2021财年是2020年10月到2021年的9月30号 这一统计数据截止到2021年的6月份 虽然庞大的假货走私状况依然严峻 但是这一数字较前两年似乎有所减少 2020财年CBP总缴获假货2.6万件 中国占比80% 2019年CBP总计缴获假货2.7万件 中国来源占84% 数据显示假货当中服装占比是最大的 占总数30% 其余的是各类的包具27% 鞋子13% 手表珠宝12% 电子产品5.5% 药品个人护理3% 汽车配件1.5% 以及少量的玩具和健身器材 走私的方式主要是包括普通邮寄快递还有集中箱 其中的矿地和集中箱是占比最大的 在价值方面 手表和珠宝价值最高 总计将近9亿美元 CBP表示 假冒和盗版商品威胁着美国的经济 对企业的竞争力工作岗位都造成直接的伤害 此外消费者的健康安全也存在潜在的威胁 未来他们将会继续加大力度打击此类的犯罪活动 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